柯文哲 赖宏科三方幕僚各自走位演练 替总统大选辩论场看暖身 周六辩论会登场前夕 柯文哲全天闭关练习 赖清德 侯友宜也各自只有一场公开行程 一开始由青平台这里有上百位的幕僚群 在我们的证件发表的时候 总共有七场不同的主题 我们都有一一的跟选民来做阐述 对于即将上场的辩论我们很有信心 据了解赖清德早就着手准备 除了大量资料库也透过幕僚 汲取蔡总统两届总统辩论诀窍 包括竞选总干事潘孟安 总督导卓龙泰 以及小英核心幕僚林景昌 清平台董事长郑立军 加上专家学者通通都是智囊团 对于侯科火力攻击 赖清德也很可能不再收敛炮火 将会直接正面对决 而侯友宜阵营则是预计主攻绿营执政弊案 检讨执政党边缘柯文哲 前历委吴玉生担任辩论小组召集人 副手赵寿康除了辩论练习总教头 那正副手本来就是合作五间 相信他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 一定也都会有交换意见 政治人物的诚信 对于重大争议事件的态度 碰巧的最近重大争议都出现在新北市 所以新北到底有没有市长 看起来很重要 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柯阵营话讲得很呛 透露采取科技战法 使用AI大数据模拟辩论内容 将会强化攻打蓝绿比例 辩论会即将登场 会场也加强慰安 外头更准备护栏 防止状况发生 毕竟为一场 总统电视辩论会备受关注 发言顺序 医术委赖信德 侯友宜 柯文哲 三方阵营 各自出招大展身手 先说黄成坡 周时军N小组 台北报